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祝槍博 今天我要跟大家郑重的介绍一支 开球的一号木杆 那就是后马的757D 757D这支Driver 它的球的出速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跟其他的品牌来相比 我测试了这支Driver 大概也有将近十场了 对于这支Driver的一个感受 就是它的稳定度 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居然我没有打过一支Driver 可以让我的球 它不会有太多的测炫 让我可以很安心的 在开球台上面 能够释放自己的所有的力量 后马他们很贴心 以及很聪明的 在这边放了一个这个 carbon的这个slot 所以让球的出速非常快 你会觉得很有爆发力的感觉 后面它是装饰配重 9克在球头的最后方 那3克呢 放在球头的底部的左前方 能够将重量配置在 干头干面底部的 最左边的最底部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9克这个重量 摆到这边的话 是非常非常有感的 球速绝对会增加 以及帮助你的弹道降低 再加上它的这个干面的处理 出速非常的快 所以在发球的时候 它的声音很清脆 但是不至于太响亮 757D 它实现了球速又快 又非常低调的一种感觉 我个人非常满意 就是它在球场上面的表现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 推荐给大家 后马的TW757的球道幕 是我深深地感受到 它的一打性 那除了它的一打性之外 我也非常的惊艳的 就是它的一个球速 以及它的弹道的控制 这个我想 这个跟它的干身 以及它的球头的设计 非常有关系 居然上面整个都是 卡绊的这个上盖 所以它所有的重量 可以放到干头的这个底部 让球在Fairway上面 在球道上面 可以很容易的起飞 打出去的时候 球速也非常的快 这个给予球友或者是球员 它在球场上面的感受 是很有自信的 所以我特别的推荐 TW757三号幕 给所有的球友 很多球友 他们都需要一只 很神奇的小鸡腿 这边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TW757的小鸡腿 这只小鸡腿 我觉得跟其他 很多重家品牌的小鸡腿 有一个很大不同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 很自由轻松的做球 我相信很多球友 他们都希望小鸡腿 能够帮他们在球道上面 在长草里面解决 球打不出来的问题 而这只小鸡腿 它还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小右曲 以及很轻松达到 就是小鸡腿它们的特性 就是小左曲球 那球当然出速会很高 但是呢 不至于后绚过多 所以我相信 这一只小鸡腿 会给予很多球友 在球道上面更大的帮助 最近有很多球友 还有我的学生跟我讲说 为什么我的铁杆距离不够 或者是说 为什么我的铁杆上了果领 不会停球 这个问题 我相信困扰了很多球友们 后马 他们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TW757P 它是我这阵子 在使用的铁杆当中 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满意 它的距离实在是我 无法想象中的抱远 很多铁杆就是以长距离来 著称的特性的铁杆 它可能在果领上面 停球效果会非常的差 可是TW757P 它居然能够在果领上面 还能够及时的停球 那我相信这跟它的这个杆头的设计 以及搭配的杆身 非常的有关系 它的弹道能够很高 但是呢不会后绚过多 那也因为这样子 后绚比较减少之之下 它的球速呢也很够 距离也就相当的 表现相当的好 所以这一套TW757P 是我最近非常非常惊艳的一套铁杆 TW757P它的短杆 这套铁杆是属于 长距离型的辅助的 增加距离型的铁杆 但是它在短杆上面的处理 也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在设计这个杆头的这个颈部的时候 这个offset其实不会很多 很小的一个offset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 市面上所称的强势的这个角度的铁杆 它的offset会很多 那在短切 在于短的这个 100码内的这些处理 它可能会比较偏向单一的小拙取 可是757P这个球头的设计 以及颈部的设计 它居然是能够将它的offset 能够缩小到很少很少 所以在击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干净很利落 这就是757P 它在铁杆上面 所产现出的它们的细心 以及特别的地方